好了 我們來做第二題了 這條是近年少少的Past Savers 我們看看這個位置 好 留意日期 Orys 留意日期 看一看 Non-Curinus 4518 Working Capital 不知你才忘記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Stand for Curinus 減了Curin Abilities 好了 再看 Non-Curin Abilities有5%Dementures 可以了 好了 一看到5%Dementures 就是習慣 一看到 是Interest 好了 抹下它 Interest 多少 按下 可以了嗎 好 10%就是38 5%就是150 是吧 好了 拿著這個位置 有一個習慣 好 看到嗎 好 看一看到 好了 Dementures 自動波 計算一下 是多少 好 能不能 好 能不能 我先收拾它 好 能不能 好 拿著這個位置 記得是一個習慣 就是做數 有時是一些習慣 我們會做的事情 好 能不能 好 拿著這裏 行不 好 再看下去了 好 這裡 咦 這麼有趣 是否看到 這裡有一個Retained Earnings 這個位置 是吧 好 再看一看日期 這兩個合起來 就是我Total Retained Earnings 對不對 好 如果這樣放在這裏 是否就Stand for Retained Earnings for the Year 好 拿著這裏 然後看看 咦 今年年頭 我已經加了一個Depentures 進去 雖然Bot Down 上年大樓是0 但是我們這裏 是不是今年一開頭 已經借了三百萬 一開頭借了的話 那就是說 我們會當年頭是三百萬 年尾當然也是三百萬 好 拿著這一堆數 好 計一計 Gearing Ratio Earnings for the Year 以及我們的Earnings Proof on Equity ROCE 行不行 好 自己來吧 來吧 好 我們首先看 Gearing Gearing的話 其實它下次不會說這一句 OK Gearing的話 是不是年尾 是Depentures Long-Term Liabilities 只有這個 Long-Term Liabilities 好了 將3000 over 我們習慣是Capital Employee 拿著這裏 可以嗎 OK 好了 Long-Term Liabilities 就是 整間公司 我正在用的資源 即是說 我拿著這個數 OK 好了 是不是我們會再加上 OK 爸爸媽媽 Shareholders 所給的錢 Total來講 6500 6500 裏面有300萬 是不是人字 可以 好了 那我們就46.15 好了 好了 另外一個表達方法 就是將 Long-Term Liabilities 即是Long-Term Liabilities 比對益 好了 兩個相除87.5% 好了 那是甚麼意思 好 第一個Ratio 整間公司所有的資源 是否6500 6500 即是你這樣算 或者你將 Non-Greennesses 再加上 Working Capital 是不是一樣 都是6500 是不是 好了 4518 加1982 6500 好了 在你所有的資源裏面 有多少錢 差不多有一半 那麼多了 算多了 好了 好了 如果這兩個相對的話 那就是老闆出100元 OK 我percentage分配100元 老闆出100元 借了85元 差不多 這兩個數 是吧 即是老闆出雞 OK 你又出雞了 是不是 OK 好了 那是怎樣 那就是這間公司的機率率 都較高了 是吧 政府身家裏面 老闆出10元 有民人借10元 好了 Earning Per Shares 我們會拿是哪個數 是不是我會拿老闆最尾賺回來的錢 好 分給老闆的Net Profit 看到嗎 看到嗎 這裡 Retain Earnings for the Year 老闆賺回來的錢 800元 好了 800元裡面 除回Number of Shares 好容易做錯 OK 好容易做錯 拿著這個數 不要想著不會做錯 好容易看錯的數 好 拿著這個 把800元 可以嗎 超過Number of Shares 記住Number of Shares的時候 拿著這個8萬 記住除回5萬 不是有錯的 OK 好 這個是一個死位來的 整天都做錯 好了 沒有說明的話 In the form of Dollars 好 然後Return on Equity 老闆最後有多少錢收回來 好 最後老闆收回來的錢 是不是就是Profit after Tax and Interest 他沒有說的話 就當是800元 當他沒有Tax 沒有 Interest OK 即是他減了Interest 就是這個數 是不是 好 然後輪到Equity 是不是 墳墓老闆 在最後年尾 是否3500元 我們先拿著這個數 好 這個是年尾 3500元 這個數是年尾 OK 那年頭的數是多少呢 好 看不看這句 There was no movement in ordinary shares 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的話 即是說 年頭年尾都是ordinary shares 1500元 500元 這就是年頭的數 好 1500元 700元年頭的數 是不是五加八百 或者簡單些 把3500元減八百 那就是年頭的Equity OK 沒有說的話 習慣用Average 可以了 習慣用Percentage顯示 好 可以了吧 OK 最後是Return on Capital Employ 可以了嗎 好 Return on Capital Employ的話 我們就會把 Profit before tax and interest 即是未減利息 未減debenture interest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retain profit for the year 800 800的话是不是已经减了利息减了tax 好了 看看 利息我们一定知道是150 所以加上去 然后轮到capital employee 好 closing那个数 这两个加起来 或者你说将long term 立列$3500 加上$3500 $3500加上long term这$3000 是不是刚好就会是我们capital employee 好 是year end的 后面这个是year end的 那年头多少呢 年头的话就是同样 我们没有减减 没有加上今年那个net profit 好了 即是说今年年头的capital employee 3500 3500 扣了这个8800 行不行 行不行 好了 然后再加上今年的debentures 好 行不行 年头年尾debentures算是存在的 加上随意 行了 好了 通常按的时候 多按一次 看看自己有没有按错 好 行不行 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我来说内容 好 我来说儿子